欢迎回到庶民那头家 先前三立入股中家踩到了媒体监管部门的红线 NCC股东不得直接间接经营 控制新闻频道为由 要求中家必须另外寻找受让股权的对象 那随着结局预期将近 主管机关也表示 中家将会在8月31号之前完成争议股权的转让 现在蓝白在立法院占了多数 而且非常的关注紧盯着 包括像是关中天还有静电视声色等等相关的案件 如果说今天的立法院还是像以前一样 是绿营是多数而且是全面执政之下 那媒体主管部门还会像这样积极的处理 绿媒彩虹线的问题吗 在现在的立法院里面 绿营还有办法像以前一样指手遮天吗 郭城委员 我觉得NCC是说实在的 大家这个国会改革当中是有调查权 所以我们现在虽然成立静电视 一个调业专案小组 所以如果国会改革这个调查权是合华以后 我们这里第一个我常讲过 第一个我们一定会重新在调查 中天关台进电视开台 这个不平等这个条约 我是觉得大家NCC他在做事情 真的有时候我们当了立法委员以后 看到他们所有的表现 像事故这个部分 中加开华 三立不开华 中加就没有什么关系 所以他就被开华 但是三立他就是不开华 所以这个华令本来就存在很多麻烦 但是NCC他如果还继续这样 我们也不排除啊 因为我们进电视小组是宴会通过 宴会通过的 如果NCC还没有一点悔改 还继续为首亦为 第一个你对媒体的发展是要公平性嘛 那第二个你对媒体是才起跟你关系好 那什么有关系就没关系 没关系的就有关系 这种心态就不是一个媒体监督单位 应有的这些公正嘛 所以我在看啊 今天大家就在讲 这就是媒体管理的红线嘛 那为什么要叫中加 要把这个股份试出去 到现在为止 NCC权力这么大 什么叫做适当 什么叫不适当的股权 所以这些东西本来就是他们自己啊 我在看陈耀祥主委 你企业份就要离开了 我常讲过 你如果继续这样干 你最后一个良知 你还要回学校 你这个良知 你总是还有 可是我在看 变本加厉 NCC 有其必要 最近就把他找来 开一个专案的报告 针对这些案子 我们要来做专案报告 本来我们原来就准备 第一 中天官台什么理由 你把它讲清楚 第二 进电视 为什么让他成立 要讲清楚 第三个 媒体的公正性 为什么这一台 他这些造谣啊 这个假新闻一大堆 你们都不处理 如果你们要整肃的地方 只要小小的问题 你们就去开划 更何况到现在为止 据我了解 本来中天的这个行政处分 是15件 最近又一件出来 这代表什么 就代表 你们在做事情 连行政法院都认为 你们在整个 这些划单的处理 是处于不公正的态度 所以我因为我本人 就在交通交通委员会 下设现在进电视的专案 召集人 所以这个部分 我们也准备 就像进电视送来的资料 是无关紧要 让我核对出来 本来我上节目以前 他要来跟我报告这个事 那我没有接受 我叫他把所有现在十分 我们总共有八个方向 二十三条的资料 他现在只有送来一个方向 然后这个二十三个 只有送来四个 那其他呢 其他很明显是见不得人 那我们也常讲过 立法院是一个谈你的地方 只要你是公正 那我们没话讲 但是看起来师傅NCC对于媒体好坏差别很大 所以我是觉得藐视国会罪以及调查权 这个国会改革过了以后 会增加我们对于这些NCC的调查 我们会更认真 更仔细 那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 如果有更好的资料 我可以跟各位透露一下 我们黄国昌的资料都比你NCC提供给我的还多 所以从这里就可以看得出来 股份 为什么你要去切这个股份 就是逼中家要卖出来嘛 这个这么简单的事 这个是你的业务之中吗 所以我认为NCC是非常有问题 我们会继续追下去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